朋友们好,我是李医生 据统计,我国每10人中就有1人患有肾脏疾病 而其中2%的人可能患有尿毒症 其中很大一部分患者的肾脏疾病 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是晚期 并且这个尿毒症,肾衰竭分布于各个年龄阶段 包括年轻人 肾病被称为沉默杀手 就算他受伤了,您可能也毫无感觉 因此以下三生的行为请务必少做 千万不要等到疾病,近日晚期后再后悔 第种,水喝得少 每天喝水少导致身体轻度脱水的时候 会损害身体各个系统的健康 可能导致糖尿病,慢性肾病和心血管等疾病的高发 第二种呢,久坐不动 肾脏与膀关相表理 长期做得的姿势啊,会使这个膀关筋呢,受到压迫 造成膀关筋的气血运寻不差 从而呢,牵连到肾,影响肾脏的健康 第三种,经常熬夜 熬夜呢,会大量的消耗人体的精血 从而呢,使人胜筋不足 如果我们长期熬夜,胜筋消耗过多呢 人就会胜气不足 最终呢,会遭到疾病的袭击 第四种,憋尿 那我们正常人,每天要排尿五到六次 每次呢,两百到四百毫升左右 如果边尿,烈药长期的注留在膀关里 膀关受损啊,就容易引起膀关炎 尿道炎等泌尿系统疾病 进而呢,可能损害到肾 第五呢,长期的吸烟,酗酒 抽烟伤肺,肺因虚可伤及肾因 导致肾虚,所以呢,抽烟五度会伤肾 另外,喝酒伤肝 而肝肾同源,肝受到损害 自然会波及到肾 所以啊,频繁的饮酒有损肾脏 那尿毒症的治疗难度虽然很大 但是如果及时发现积极治疗 也能控制病情,甚至痊愈 因此啊,出现以下症状就要小心了 第一种情况,颜碱或下肢浮肃 肾脏呢,会导致水电解脂调节功能受损 引起呢,体内的水蜡增多 水分呢,常聚集在最疏松的组织 或身体最低的部位 比如说,颜碱或下肢 第二呢,头痛乏力,记忆力下降,睡眠不佳 那生病的表现呢,头痛,乏力,记忆力下降,睡眠不佳等等 多是合并高血压所致 特别是年轻人,出现不明原因的血压升高 应该警惕肾脏疾患 第三呢,泡沫尿 当这个尿中的蛋白,尿糖增多 可以出现泡沫尿 那尿液的表面呢,漂浮着一层细小的泡沫状 补业消失,应警惕蛋白尿 如果是泡沫达大,消失得非常快 应警惕是否尿糖升高 你一声给大家分享三个 护肾养肝的小方法要记好了 第一种,熬夜呢,喝杯枸杞茶 那熬夜的时候呢,桌盘可以背上一杯枸杞茶 一般呢,20克左右的枸杞即可 不过啊,由于它温热效果相当强 正在感冒发烧,身体有炎症 腹穴的人呢,最好别喝 第二种呢,三穴按摩,腹腰部 七海穴呢,在肚脐下两横子 关炎穴呢,在肚脐下三横子 每天呢,用手掌顺时针按揉 约30次即可 肾术穴呢,在这个背后,腰裤带和腰椎的敲叉处 三四横子左右 每天呢,用手掌拍打约100次即可 第三种呢,每天早晚搓脚心 用手呢,按摇涌拳穴 使脚心呢,发热 建议早晚搓脚心各一次 左右各搓100次即可 朋友们,如果没记清楚的话呢 可以在视频下方评论区查看文字吧 好了,看完今天的内容 请帮李医生在视频下方点赞、订阅 感谢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